欢迎大家收睇今集的《创业军司》 我想在现在的网络世界年代 网红和QOL大家都不会陌生 网红和QOL都可以透过自己社交媒体的影响力 包括一些文字创作、上片甚至短片 去发挥他们的影响力 而且还有一些网红除了发表自己的意见之外 还可以将他们自己的商品化 就是透过他们的影响力 帮一些产品做宣传和推广 不过现在市场上越来越多QOL和网红 他们怎样可以保持自己的热度和竞争力 我们今天也请来有一个跨媒体的制作人 点点和我们分享一下 点点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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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 我觉得之前前几年 可能大家说网红和QOL 大家都觉得他们做些什么 大家现在都非常熟悉 市场上也越来越多网红和QOL 先问点点点 其实点点都可以说是 你是作为香港早发展这个事业做QOL的人 其实当年为何你会 究竟是无心插楼 还是很刻意追求 将自己推成做一个QOL呢 我觉得两样都有 我可以说一点我的故事 为什么当初我会想做一个QOL 或者是一个YouTuber 因为我最初是想做一个影视演员 因为小时候看电视剧 看得太多了 就觉得 哇 好像演戏也挺好 于是乎 读书的时候 我就去找一些演出 其实都是无意中的 有一个师弟 他是导演系的 他就看到我一张照片 找我做作品的第一个女主角 做完之后 我就把我的演出 放上了我的频道 纯粹是想让大家看到我们的演出 后来就发现原来也挺多人看 还有人订阅留言 后来我就觉得 做这个演出 我就觉得太被动了 整天都要找 等 等机会 等机会 可以自己创造 是的 王子华所说 你今天可能就会失业 明天也会失业 不知道等到何时 那一刻我就萌生了一个念头 就是我要做YouTuber 我要做一个 可以分享给大家的作品的一个平台 就是一个频道 嗯 但是作为网红KOL 我见现在有很多都很专注某个范畴 就是有一些在美容 有一些周围去介绍旅游 那你自己本身最主大是什么 是 其实我的频道 都是无心插楼 其实当时我是做一个 就是想着兼识去做一个普通话导师 因为我考了一张证 就觉得不如我一份兼识去 教普通话 是的 就是想着去赚一下外快 后来那个中心的导师 他就说不如你会试试教这个广东话 我说广东话可以教的 所以那时候我才知道 原来广东话都有人学 原来是可以教的 于是乎我就去上课 然后就去中心教广东话 然后我就上网看 原来在这个平台上 教广东话的人很少 我觉得我可以给他们教得更加好 所以于是乎我就开始了 我的兼识广东话 即是我的YouTube频道上的一个节目 所以主要大部份的观众 都会因为这个节目而留下 那你教广东话和普通话 是否真的有这么多人看 是 这个问题真的很好 因为我自己也在研究了 是 怎样令更多人看 是 因为最开始的时候 我会发现 为什么这么多人看 是我做了一个叫做 九星六调的 广东话的九星六调的主题 其实在当时 相对来说很少人做这个主题 所以大家都觉得 哇 很有趣 然后我就会去找一些 大家日常想学的广东话 真的有些打招呼 吃了饭没有 是 这一类的广东话 因为我觉得 现在这个年代 其实都有很多八九十后 他们很受香港的电影 电视剧影响 所以其实周星馳电影 甚至一些电视剧 都令到他们很有共鸣 所以我就觉得 其实广东话 都是很多人很有兴趣 想学的 另外我也有问一些我的观众 为什么你们这么想学广东话 但是我问到很多 其实你们可以猜一下 为什么他们会想学广东话 学好一些发音 或者学一些词会的意思 是 但是为什么要想学 有一个最大的 最强动力是什么 最强的动力 是 很广东话最强的动力 为什么你要讲 勾通 勾通 追女生 是 是 很广东 可以追女生 很厉害 其实 我发现我们很多学生 一不然就是 可能真的 他的男朋友 或者女朋友 是香港人 有些已经嫁来香港 他们是必须要学的 有些就是说 我其实以前的男朋友 是香港人 虽然分手了 但是我觉得 学了广东话这个语言 都挺好 挺有帮助 然后有机会 是的 其实 等于开拓了一个新的市场 你开玩笑地说 真是想不到 我特地去你的频道看过 都算了一条数 我发现你很多影片 都很受欢迎很多浏览 我现在总累积的浏览数 是超过了一百万 其实 但是作为网红KOL 你是全职去做这件事 到日常生活 都真的要找一些真银 去维持你的新计 其实这些view数 或者作为KOL网红 是怎样可以真的找到真银 赚钱位在哪里 是的 最开始我也有说 其实做channel 和我的影视演出 其实我觉得有一些 不可分割 对于我来说 有些少少 算是邪钢组 是的 邪钢组 可能做很多 不同类型的工作 但是我觉得 我这个不同类型的工作 其实都围绕着一个 可能是表演 或者是制作 或者是分享 其实channel 是有不同类型的 赚钱的方法 第一个就是channel的分红 即是可能大家 经过这个点击率 但是他们 锁了进去这个广告 就有机会 这个频道主 就会有这个收益 另外 如果说回我的平台 还有一个机制 就是会员订阅 每个月 会员订阅 就是每个月 他会支持这个频道主 去一些 去运营他的频道 另外第三 就是广告 这个广告 可能是一些 刚才阿天说过的 是一些产品 所以他会觉得 你影响力 可能足够 或者是适合我的产品 所以愿意找你去代言 有一些就是在平台上的 可能拍照 出去帖 有一些可能 真的会请到我的人去拍摄 如果在这个疫情当中 其实你本身 比如你的channel 或者你本身自己 演出机会 或者代言机会 会不会是因应疫情 是有变化呢 很多行业 因为疫情 生意可能会下降 是 但以你 因为疫情 其实很多人 之前都不出街 或者很多东西 转了做网上 或者很多推广 不做实体 做网上推广 对于你自己的收入位 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呢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 真的很大打击 你也很大打击 我以为你多了 最开始 因为疫情 是2020年 就是去年的时候 最开始的时候 基本上是前半年 是等于如果是说频道的制作 基本上可以等于 即是你没有了广告 没有了其他 可以等于说零收入 但是我觉得 我自己是很幸运的 就是找到另外一个出口 因为其实我之前 也有做live做直播 我在无意中 又是在去年 开始了我做直播主的生涯 不小心 又可以找到稳定的收入 是的 因为我自己 其实当初 因为其实是年初的时候 我未知道这个疫情 会那么严重 纯粹觉得很想试试 做直播主 看看是否 我能否有这个能力 去做好 后来我发现 原来也挺有趣的 所以在另外的这方面 又可以维持到我的生计了 对了 所以到现在疫情好一点 所有东西都慢慢变回正常 嗯 怎样呢 我们今次了解了 作为网红 蔡美的点滴 但怎样可以做到一个网红 以及现在竞争非常庞大 周围都有不同的网红 又怎样可以突出 不如下一次我们一起跟你谈多一点 好啊 又回到我们节目的时间了 Tina做了这么多集的主持 我觉得是时候要学习 怎样做网红 要如是并进一下 和变化一下 我想问一问 如果想成为一个网红 或者KOL 是否要有些元素 或者他本身有些特别的技能 或者要帥仔美女才可以做得到呢 是 其实我自己觉得 首先说是否帥仔美女 我觉得不是的 是的 我自己觉得是完全不是的 只要你可能有一些 个人很擅长的东西 一些技能 可能Felix很擅长IT 或者是写东西 写APP 写程式等等 那其实只要你有一方面 很擅长的东西 你那个知识 是可以传递给人 分享给人 教到别人 其实呢 我觉得已经有这个第一步 可以去做这个网红 做这个KOL的 这个本质在里面 是的 底纸是有的 另外我觉得做网红 或者做KOL 是需要一些个人特色的 是的 或者是看你究竟想走什么方向 那有些呢 例如是娱乐营的 例如是去旅行 生活 或者是情侣之间吵架 其实都很多人喜欢看的 那另外一样呢 就是信息液 那可能是一些开箱 啊 就是啊 哪个的 例如是手机的评测 测评 那这一类就是信息类 或者是第三类 就是教育类 教育类呢 可能是教广东话 一些教日文 有语学的 是的 那这三类 那大家可以看看自己 究竟是哪一方面 比较有兴趣 那重点的是 就是你要不停地曝光 和持续地撐出 那令到 因为始终呢 这个平台很快 就是 基本上每分钟 都有很多人在这儿 upload 些片 那所以呢 要让大家看到 和你们有价值的内容 嗯 我觉得呢 带出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刚才philis问 咦想做QR 是不是一条美女 其实一定 我觉得一定不是的 但呢 你的人的character 是有一种特质在 你说的那样东西 的主题 是你很熟悉的专长 跟我们做电视媒体不同 我们电视媒体很多时候 可能你懂得是广 即是同一个主持 你可以今天做一个歌唱show的主持 明天做一个创业show的主持 好 后天做一个亲子节目的主持 可能你是要很广 但如果做一个网红的话 很明显他见到他对那样的认识 一定要是深很多的 这个是 几大的不同 那个分别来的 我觉得是 那又问一下怎么怎么 那刚才你也说到呢 咦 做QR 有些不同的条件 要满足的 那如果真的 可以做到一个 已经是几成功的QR 好像你那样了 但是 你要保持竞争力 保持那个优势 又应该怎么做下去呢 因为 香港人的转换口味的次数 可能都比较快一点的 即是你怎么样去保持 你刚才就说要继续曝光 那除了曝光之外呢 是的 我觉得这个 亦都是我自己 现在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因为我觉得 我自己都算是 来到一个 瓶颈位 但我可能都有看下 别人究竟是怎么做 其实 无论是大又好 小又好 虽然我现在都还是很小 但我觉得 要不停学习 这个是真的很重要的 无论是学习在平台的演算法 例如 因为他们 其实平台都不断去更新 和进步 那我们要了解 他们内部的一些 怎样去推荐自己的影片 或者是怎样去令到自己的影片 更加多人看 另外一方面的学习 就是自己内容上面 和个人的提升上 我觉得很重要的 例如 可能我现在是 主要分享广东话 但可能到有一天 你真的会觉得这个市场 未必有那么多人看呢 或者观众没有了新鲜感 其实我都觉得 我需要去发掘一些 更加新的东西给我的观众 那会不会在内容的演绎方面 都有一些特别的东西 才可以吸引更多人看 例如你教广东话 的确有个知识形在 例如别人是讲一些旅游 可能去不同的地方 但他演绎出来的时候 其实会不会他都要加一些 特别的东西 才会更多人去看呢 我觉得你提出的意见 我觉得也是 因为始终 刚才我都说 我自己喜欢的 可能是喜欢去旅行 但是 广东话有很多人看 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平衡 我们自己喜欢的东西 和观众喜欢的东西 我也有看一些 可能大一点的youtuber 他们会说用50-50 可能50%是自己喜欢的 50%是观众喜欢的 他们会不停地去调节 一个50%的法则也挺好的 一半就是你熟悉你喜欢的东西 你可以将一些很深入的东西 告诉你的受众 另一些就是 是观众看的 那就可以令到你去发掘一些新的项目 一些对你来说很新的事物 但是你去研究之后 就属于成为你自己的内容 这都非常之好 另外我想问 现在 譬如说做youtuber QL 有些像我们以前小时候 在街上做街坊 找个美女 小姐你做什么职业? model 个个都说自己做model 现在很多人都说自己是做youtuber 不过我想问 做youtuber 其实有没有一个叫做类别的分 譬如他有多少subscribe 是属于哪一个类别的呢 有些可能叫素人 有些可能是等级不同的 那如果你刚才说的 可能是关于一些追踪人数 或者订阅人数的这一点 那我想 其实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定义 去定义素人 还是KOL 我想现在相对来说 应该比较模糊的 但是其实都有 例如可能有上节目 可能一些从来没做过代言 或者在广告上 在平台上 youtube channel上面 比较少曝光的 他参加一些节目 那时候可能他就会 以一个素人的身份 但是你说有没有一个定义呢 我觉得 现在还是比较模糊的 但是可能可以说是 他的追踪数 订阅数比较少 未必很多人认识 我觉得 或者在演艺上 这一方面 不是特别突出 我觉得可能这一部分 就会当是素人 我自己的想法 怎样 希望今集节目 都可以帮到你 加到不少追踪者 那你会不会 自己发展方面 都有些新的计划 在里面 刚才听你说 你自己都面对 可能有个樽颈的位置 没错 你拍了很多 教人去讲广东话的视频 怎么知道 樽颈的观点 看见数已经是一种平衡的发展状态 还是你想多加一些新的东西 放进你那个 可能是广东话 或者其他片 那里呢 因为我自己觉得 广东话 就是学广东话的人 相对其实真的少一点 而我自己真正的兴趣 可能是生活类型的KOL 但是呢 我自己都会不停发掘我的兴趣 因为始终 如果有一天 我的频道真的找不到食 或者我在做KOL这一条路上 未必那么顺畅 其实都可能 可以找另外一个出路 那我自己呢 现在就 在我有兴趣的方面 就在这里学习 例如可能 我是比较喜欢断舍尼的 其实现在是有一些修纳师 整理师 是可以考证的 其实在台湾已经很盛行 很流行 台湾日本很流行 所以我就打算 等疫情好了之后 我都会考证 另外呢 我就突然间 我就觉得 很想学日文 我很想 因为其实 都有一些日本的观众 是很喜欢讲广东话的 那我就在疫情期间 我可以做些什么呢 那 不知道为什么 我身边的朋友都会说 你怎么知道 你很有语言天分 我说是吗 我不觉得 于是乎 是不是真的有语言天分 我要试试学日文 我想看看 我到底学到多少 如果真的学到日文 可以将 香港的文化 或者任何东西 都可以用日文去present出来 好像也很帅 这个就是我未来发展的方向 那当然呢 都希望可以 建立一个团队 是的 那令到 看到你本身 除了做QR之外 都在不断找自己新的路向 如果现在真的有个年轻 跟你说 我都想请教你 我都有兴趣做QR这方面的发展 你觉得 他需不需要一个心理的准备呢 因为就等于 我们电视台做艺人一样 你是要草 人气你要草 需不需要一个心理准备 或一个时间准备 就是给他建议他 你做多久 可以就行不行 就真的马上转 嗯 我觉得 会的 是需要一个很大的心理准备 就是 因为一定 我觉得最开始 一定不是为了赚钱的 我觉得 那当然 之后 是不是可以赚钱呢 就在能力上面 还有是不是真的 那么有缘分 可能有些时候 但是 我觉得 是需要这一样东西 可能 因为就算 可能你开头 那几条片 是真是红了 但如果 你之后 你没人看的话 那其实是需要转跑道的 可能 嗯 多谢差利 怎样跟我们分享 我很认同一件事 就是 如果真的有兴趣 在这个方向发展 第一件事是 从他自己本身的兴趣去出发 就是不要从一个要赚钱的角度出发 虽然我们今集主题是讲 KOL是怎样去创业 但是 如果做KOL的话 可能真的从自己兴趣的角度出发 成功路径容易比较走出来 如果你都喜欢这条片 记住 like这条片 然后subscribe 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之后 按下小铃铛 留意我们最新的动态 记住 要follow我们的facebook page 知道我们最新的资讯